红烧猪蹄很多人都爱吃 但是很多人在家就是做不好 其实就是没有掌握住三放和两不放的技巧 我今天教你不用一滴酱油在家里做红烧猪蹄 做出来的猪蹄又软又糯 而且特别容易脱骨 花了五块买了一个猪前蹄 做红烧猪蹄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猪前蹄 前蹄不光筋多 而且它的肉也比较厚比较好吃 猪蹄上面的腥味主要就是来源于猪皮上面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喷枪给它烤一下 把猪皮上面给它烤焦 这样能够很好的给猪蹄去腥 把猪蹄给它烤成我们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大盆烤好的猪蹄放进大盆中 然后再加入没过猪蹄的温水 把猪蹄浸泡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用个小刀把抛转的地方 我们给它刮一下 很轻松的就能够刮干净了 猪指甲里面一定要给它刮到 这个地方是最新的地方 刮好以后 然后我们再用温水多给它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 再给它放到案板上 再用菜刀把猪蹄从中间给它切开 切的时候慢一点 不要伤到手了 我们在剁猪蹄的时候不要太长 给它剁成大概两到三公分左右长了段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入味 做出来以后造型也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把小葱 完成葱结 再准备一根大葱适量的姜片 再准备五个大串纸 不要去皮也不要洗 准备三颗八角 两片香叶 一小段的桂皮 一小片白纸 白纸不要太多 不然的话有股中药味 再准备五个干辣椒 一小把的老冰糖 把猪蹄我们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再放入去腥三件套 再加入一杯料酒去腥 然后再加入没过猪蹄的冷水 我们开大火烧把猪蹄焯一下水 水开以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浮沫 这个浮沫就是猪蹄腥味来源 撇干净 然后再折着大火煮个五分钟 充分的煮出猪蹄里面的血沫 时间到了以后 煮好的猪蹄我们给它捞出来 超过水的猪蹄 切记不要用冷水去冲洗 不然的话变得又柴又生涯 只需要用超过水的原汤 淋洗干净就行了 冷锅冷油 然后倒入老冰糖 然后再开小火 我们来炒一个汤匙 慢慢的冰糖就会融化 锅中的冰糖冒大泡结束 变成这种小气泡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猪蹄 这样的话 我们炒过的猪蹄就不会发苦了 小火慢慢的炒 然后把猪蹄炒至上色 并且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 倒入我们准备好的大料 很多人做的猪蹄没有香味 那就是因为大料没有翻炒 炒过的大料才能够更好的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倒入一会儿喝小鱼子和剩下来的啤酒 啤酒能够很好的去腥 还能够软化肉质 然后再加入木过猪蹄的开水 切记不要加冷水 然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葱姜蒜 给它放进锅中 再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酱油 大概一汤匙的蚝油 然后再盖上锅盖大火烧开以后 暖中中火慢慢的炖 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以后锅中的大料我们给它挑出来不要 因为这个时候的大料已经香味出来了 再煮的话就会发苦 下一步开始调味 加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再倒入适量的黑胡椒粉 白胡椒粉都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大火来收汁了 把锅中汤汁给它收至合适 这个时候猪蹄的颜色已经很漂亮了 我们这样做的猪蹄颜色特别好看 通红通红的有透亮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猪蹄是一个懒人版的猪蹄 关键是它吃起来特别的软弱 就算你家里面八个人只有一颗牙齿也是能够咬得动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